字幕提供 我們用微波爐將溶解的雪糕變成好吃的布丁 究竟需要有什麼材料呢? 材料? 就是這裡那麼多的東西 非常之少 基本上只有雪糕和雞蛋 我們在雪櫃裡面就有這些雪糕 已經溶到變成一堆東西了 那我們的雪糕有什麼口味呢? 青檸味 普通的雲呢腩味 還有紫薯味 那我做了布丁的第一步 究竟需要怎樣呢? 第一步就是拿一個杯出來 這個杯可以嗎? 可以 首先我們就加點糖和水 盛進去變焦糖 因為布丁是有焦糖面的 然後把溶掉的雪糕加蛋 攪拌均勻 再過濾倒下去 就完成了 這麼簡單? 嗯 現在馬上開始了 首先就加兩根糖 然後再加點水 好,然後攪拌均勻 1分30秒 開始 嘩 嘩,變成焦糖了 先拿出來 嘩,成功了 嘩,成功了 好了,我們的焦糖 盛了1分半小時之後 顏色都非常漂亮 好了,剛剛準備好我們的焦糖 然後我們就可以做我們的雪糕了 我們首先做了雲呢拿味 打開 我來我來我來 很怕會彈出來 嘩 嘩 嘩 噴出來的 當然噴出來啦 它溶了 嘩 嘩,溶到這樣了 把雪糕倒下去 嘩,是豆漿來的 會不會已經變壞了? 不會的,我寶 我們先把我們的雪糕刮出來 一滴都不要浪費 不會浪費任何食物 這樣不算浪費食物了吧 把一些溶掉的雪糕 變成另一樣東西 是不是 我們什麼時候浪費 那些人說我們把食物吃巨大的快浪費 那我們喜歡吃巨大的東西不行嗎 對,不讓人有特別的癖好 那因為這個雪糕太小了 所以我們再開一個 你為什麼蛋都這麼開 我怕蛋出來 沒事的 好,接著我們就放一隻蛋下去 嗯 要不要加其他東西 不用 加上一隻蛋下去 我們現在就打蛋了 好 非常簡單 其實我相信這個創意料理是絕對會成功的 因為本身布丁就是加糖 牛奶加蛋 再加雲尼娜香油 就能做到 是不是真的成功的 蛋到此失敗了怎麼辦 失敗了你的問題 我沒有碰過 樣子也有點像布丁的顏色 喂,那我搞定了 放進我的熱狗杯裡 欸,等一下 記得一定要過濾 因為如果不是就好像燉蛋不滑 好,那我們現在就用另一個碗夾了 接著我們再倒進我的杯裡 大家記得不可以打到它起泡 隔了 隔走了 隔走了 厲害 那我們把隔好的就倒進杯裡 那我們就放在一邊做其他口味 好 那要洗一洗 嗯 我去吧 這個 拜拜 嗯 好,那我洗完之後 現在我們做第二個味 那我做什麼味 紫薯味 我怕車領味 來了 3,2,1 嘩 嘩 嘩 紫色的是我最喜歡的顏色 不知道做出來的布丁是怎樣 紫色的布丁 一個也是不夠的 那我們還有另一個 好,完成了 請你吃 謝謝 嗯 好吃 接著也是 打一隻打 重複剛才的步驟 你看它黃色再混紫色 變了別的顏色 杯色的布丁 現在是 水泥布丁 嘩,石屎牆 現在 嘩 那它隔了之後 就會超級滑 這個超滑的 紫薯水泥布丁 好,接著我們倒進這個鴨仔杯 嘩 它掉下去的焦糖 會有些 對 淺的聲音 因為這個料理將會為我讚你 絕大幾桶金 哈哈 那我們現在就做最後一個 青檸味 北極紅 青檸 好了,接著我們終於到最後一個 我最期待的青檸口味了 嘩 其實又出來了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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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白色的 嘩 已經倒進去 好香啊 好香啊 要輕輕打 不要打到它站超多泡 因為它本身混牛奶都會起泡 雪糕裡面其實是有奶油的 奶油的 奶油就更加容易讓它站起來 接著我們現在用蟑螂 差不多了 接著我們就把它倒進我們的紅杯裡 好 搞定 最後最後步驟就是 我自己覺得需要的步驟 就是先把上面的泡 因為我很擔心丁完之後 變成了燈彈一個一個洞 好啊 現在我們把泡 好 這個就是塗了泡 你看到很滑的 這個就是沒有塗的 一個洞 好啦 那我們現在連泡都塗了 全部應該很滑的了 接著我們就可以放在微波爐上叮 我們未必會成功的 先說明 如果失敗的話 千萬不要怪責我們 現在馬上拿去叮 GO 那我們現在就把我們的布甸 放進去叮 叮1分30秒 好啊 裝一下那個布甸 有沒有升起 一升起就要馬上拿出來 你不夠高裝 不夠高 看不夠遠 嘩好像很漂亮 好像很滑 而且很成型 那現在就要馬上拿石子包著它 讓它焗熟然後攤冷 嘩 升起了 嘩 穿起了 嘩 好像蛋糕一樣 好啊 最後一個了 把布甸 放進去叮 嘩 好像太水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我們再叮一點 好 好像流出來的 為什麼是水的 難道它是檸檬的關係 會不會 這個青檸味 不知道為什麼完全是叮不到的 叮完之後它是水 難道因為它是青檸 所以沒有奶在裡面 我們嘗試加多隻蛋 實驗一下 是不是真的青檸 好 是雪花來的 所以應該沒有奶在裡面 嘩 全部倒出來了 現在更加不倫不類 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放棄了 應該是 但是硬的 要塗碗蒸 不要緊 那我照焗它 照焗它 好了 我們已經放涼了這個布甸 如果大家雪櫃不像我們這樣 壞了的話 你們是可以雪一晚的 沒錯 這樣會更加好 那我們就放在夜晚了 那我們看一下究竟 能不能夠成功做到 來了 首先我們看看這個雲呢拿味 好像很好 好 現在我們試試倒出來了 它已經掉下來了 這麼容易掉 嘩 好漂亮 第一個已經非常成功了 好漂亮 這個普通版的雲呢拿 焦糖布丁 好像很滑 好 第二個 嘩 好噁心 好噁心 嘩 這是什麼顏色來的 嘩 嘩 都做到出來的 但是顏色比較噁心 最後一個了 嘩 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嘩 嘩 都可以 雖然它是一點點 一顆個洞 但其實它也是一個布甸 哈哈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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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了 我們已經做好我們的布甸了 現在來到最緊張的試吃環節了 我們第一個試吃的就是最普通的雲呢拿味 現在來試一試 快點 嘩 很好吃 真的像 這個沒有一樣的味 因為它的雲呢拿味 雪糕 所以做出來的布甸 跟普通的布甸 是沒有分別的 嗯 想不到雪糕很厲害 嗯 它外圍非常滑 但是裡面我覺得有點多了 一點點氣泡 就令到它有點粗糙 不過不要緊 但是已經很好吃了 那這個雲呢拿味的布甸 你會給多少分呢 5分 我覺得是一個便宜的 而且不浪費食物的方法 做一個好吃的布甸 好了 接著就輪到我們的紫薯味了 嘩 連擺盤都非常發色 沒錯 不知道好不好吃 不過我不太吃 因為我不喜歡吃紫色的東西 這個裡面更加有很多 太多泡 雪糕本身好吃 我覺得不太像紫薯 像番薯雪糕 也是啦 裡面也是比較粗糙的 裡面也是 那這個紫薯布甸 你會給多少分呢 4分 雖然吃下去好吃 但是就沒有這個雲呢拿味道那麼出 我們來試試最後一個 打敗老闆 青檸 嘩 蛋糕來的 嘩 它的質感很明顯是完全不同的布甸 嘗嘗 嘗 超級香 青檸味 質感太怪了 浸了水的蛋糕 對 浸到煤了 完全是一個浸了水的蛋糕 很特別的 如果你喜歡吃辣水的蛋糕的話 應該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好 這個青檸的不知什麼 你會給多少分呢 零分 因為它完全不關事 證明了雪霸是不可以做布甸的 好 不好意思 我們做的所有布甸 其實這個方法是可行的 提一提大家 如果大家想做的話 記得不要吃過的雪糕 因為你把一些吃過的 然後融化的雪糕 拿回去冰 或者怎樣 很多可能吃完之後 會有腦炎 有些科學家說有 有些人說沒有 有爭議的話 大家不要做 雖然我們這條不是教學影片 但如果大家跟著做的話 也可以在Instagram story 看看我們 好 好